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铃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FB就像微博一样,需要建立你自己的专业,圈粉引流,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?以下是Facebook的推广步骤,一,建立Facebook账户,增加目标国家的好友,比如做的是美国站,就加美国的好友,三,互动和粉丝互动,认真回复粉丝的留言,组建和加入群组, 群组是社交网站的核心,经常和群组的人互动,会给账号带来更多的流量。四,使用Facebook里的商店插件,在商店里定期推出一些活动,给予你的粉丝一些好处。五,操作一段时间后,把账号养起来,就可以定期发布,产品的广告文案引流了。 二,博客推广,利用WordPress,Mispace,自己建立的博客,本作产品推广,都属于博客推广。 以下是博客推广的思路,一,内容定位,注册博客平台,定位好要做的,垂直领域,然后在博客中,发布高质量的内容。 二,关键词布局,将产品相关的热门搜索词统计出来,在植入到博客当中。 三,做好内容和关键词的布局后,引入的流量就会精准许多,可以开始做产品的软文工作,正式引流了。 三,邮件推广。 邮件营销,是非常好用的运营手段,做好邮件营销,需要握好发邮件的时间,标题,内容等等几个技巧,才能有效提高销量。 以下是邮件推广的步骤。 一,利用独立站,社交媒体和粉丝群,获取邮件地址。 四,图片推广。 以下是Pinterest推广的步骤。 一,注册Pinterest账户,设置好这些图片的标题及属性。 二,添加自己店铺或者产品的链接。 三,优化关键词,将图片的排名做上去,得到更多的流量。 五,YouTube红人推广。 YouTube作为全球最大的视频社交平台,及全球活跃用户超过10亿人。 它在各地的营销价值,甚至远远超越某些市场本土的媒体。 而且YouTube上更是有无数的网红,可以用来做引流推广。 利用好了,能带来巨大的流量。 以下是YouTube红人推广的步骤。 第一次上次下集,设计大家一起去线举片。 二,添加自己的那个举片。 还有死亡人推广。 第三次下集,设计大家一起去线举片。 第一次下集,设计大家一起去线举片用户。 就可以建设计大家一起去线举片。 知道自己是优快的。 我们在一起去线举片名做了。 这次下集,部线举片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